最新娱乐资讯,失散多多年的姑姑和过儿,今天再次相聚,自从黄晓明和刘亦菲两人合作神雕小侣之后就一别多年没再合作过了,而今天刘亦菲姑姑为新剧上海路演,黄晓明亲自来为她这位失散多年的姑姑现场助阵,两人一上台就先来个拥抱,并且说当年的姑姑现在被妖化了, 现场除了夸赞刘亦菲更美了,而且还夸她更有戏剧感了,而且是个非常认真用心的演员,其实,这次最大的料点,是黄晓明要为刘亦菲坐台,但是此坐台非比坐台,现场是这样的情况,貌似现场黄晓明有些紧张,他说今天要站坐台的,主持人表示惊讶问坐台还是站台,黄晓明赶紧接着说, 不允许摸大腿的那种,就是坐着看着站着,刘亦菲也赶紧说,小明牺牲大了,当主持人问黄晓明,现在刘亦菲有什么变化,黄晓明说,越来越美丽肯定的,喜剧感也是有的, 大夸刘亦菲拍戏非常认真,现场他们聊得非常开心,同时今天的刘亦菲穿着黑色的裤子和高跟鞋显得特别的有气质,当刘亦菲一现身就开始尖叫了,大家觉得这样的刘亦菲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